新赛季欧洲冠军联赛近日全面打响,32支欧陆竞旅,为了心中炽热的足球梦想朝着冠军进发,虽说能够征战全球最顶尖的欧冠赛事的俱乐部都是欧洲的脚脚者,但是球队之间的实力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 而这种差距从整个球队的身价情况可以明显地被反映出来,每个俱乐部的财力有强弱之分,球队的身价也有着天差地别。 在本赛季参加欧冠的32家俱乐部中,西甲巨头巴塞罗那全队的身价,达到了惊人的11.44亿欧元,除去美球王的超高身价,巴塞还拥有库地尼奥,等为了两位议员先生,并且在其他位置都有球星级别的球员作证, 其身价排行第一部组为其,中星约级的英超冠军满城的身价,在这份榜单中排名第二,阿联球土豪老板重金打造的这只王者之师,渴望在欧冠寻求突破。 同样来自西甲的皇家马德里,在这份榜单中排行第三,虽然单架球星C罗转会游文,但是一向在影员方面大手里的一颗战舰,在球队身架上依然不落下风。 议员先生,贝尔领星的众明星球员,将向欧冠寺连贯发起强有力的冲击,惊吓频频重磅引人的红军利物浦的总体身价排名第四,阿里松,沙奇里,台塔等一众豪手家居去场赛场的前场三叉戟,利物浦身价颇高,战力极强,他们渴望弥补上塞机的遗憾。 曼联,热刺,万人分裂五,六,七位,尤文图斯凭借斯罗的强势加盟,身价传声道,第十,令人感到比较意外的是法甲豪门巴黎顺利尔曼,得身价仅仅排名第八,作用内玛尔,无法配两位未来的金球先生的大巴黎由于其他位置的球员身价以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导致球队的整体身价并不高,不出所料, 在整个榜单的中下游,大多都是七大联赛之外的小联赛球队,不过,像比尔森胜利,博尔尼年轻人等小球队,他们虽然身价较低,但是他们凭借自身的努力,一步步通过复加赛打进欧冠正赛实属巨大的成功,值得人们尊敬,身价低的他们或许能在欧冠赛场成为角局者,欢迎关注。